南大生背著看板 走到半路的時候被路人發現 當時他滿頭大汗 看起來相當的累 我不是一個好男生的男生 可是我想要繼續跟他在一起 看板上寫著一步一腳印 追回自己的愛情 南大生要苦行百里 向女友道歉 挽回這段感情 那在一起多久了 大概三年 你如果現在用走的 從雾峰走上去 追回你的愛情 走到台北新莊 見到他的話 你會跟他說什麼 你會說我要跟你求婚嗎 You marry me 有這個事情嗎 我還沒 我還讀書 讀書跟結婚是兩碼之事嗎 我也希望以後可以嫁給我 我愛你 南大生表示 他跟女友是在國外 交換學生的時候認識 因為自己劈腿 導致兩人分手 他原本要從台中悟風 徒步走155公里 到新北市新莊 向女友懺悔 不過後來走30公里 到楓源的時候 就決定取消計畫 因為接到爸爸電話 表示媽媽為這件事傷心落淚 讓他覺得自己很不孝 我確定他臉上的應該是淚水 那因為他剛開始講這個故事 就是他開始回響的時候 就開始眼睛就啪 就淚水就一直流了 我是覺得學生 他還在上課的階段 他跟他女朋友的兩個人 也是認為說還是雙方 沉澱一段時間 南大生熱血追愛 父親覺得兒子不應該意氣用事 應該要好好讀書 南大生事後在臉書PO文 台中自己劈腿傷了女友的心 雖然他的舉動引發網友爭議 但女友也在臉書委婉地表示 每件事都有不為人質的故事 只希望男友安全回家 而南大生原本是要懺悔 卻反而讓更多人為他擔心 只有劉元斌 劉文斌 台中雲林報導